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不到李克勤帮完他 他连多谢都没说一句 完全不懂感恩 真的以为自己是大明星 目中无人 利用完大前辈就一脚踢开 以为所有的前辈帮他都是理所当然 不帮他就像欠了他时事一样 帖文中如此写道 对于帖子中的严重指控 该论坛部分网友觉得很过分 乘严明细在之前的节目里就感谢过李克勤 微博也说了感谢所有前辈 发帖者明显是造谣 抹黑 其心刻出 为了抹黑写这么一大篇长文 真的是为机械超新很多呢 黑粉也是粉 多谢黑粉付出的时间和心机 一位网友如此评论称 而面对这些批评声 发帖者迅速发起反击 而且范围不再局限于严明细 还将所有的生梦缺缘 TVB艺人纳入了打击范围 声称他们远不如 你们用惯只知道攻击 侮辱不是生梦粉丝的人 批评一下就说是粉丝或者黑粉 这一丝是生梦导师也是黑粉咯 整天只知道采前辈 毫无尊重 人家开宏观演唱会 广告又多 又拍电影 又全港应援帮助 飞双永远做不到 联邦内地都不行 紧接着发帖者又嘲讽称 TVB生梦学员如此狂妄自大 妄恩负义 普通人都看不下去 被孤立 排挤也是活该 真的是普通人都看不下去 难怪张静轩 古天乐 古剧机都不打理生梦了 讲真 8090年代好像除了李克勤外 没人会主动邀请合作 发帖者说的大概是张静轩演唱会 请的人 未请生梦 古天乐社访期间被问生梦立刻变脸 不说一事 毫无疑问 发帖者的帖文是对闫明熙 生梦全体学员的抹黑 TVB应该对此采取法律行动 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的 闫明熙回港必然面临阻击 反TVB群体会采取一切手段将她拉下马 毕竟姚卓飞事件的成功给了她们太多的勇气 现李殷宗生生不息港月记已经完美落下了帷幕 12集内容全部更新完毕 因为节目的爆火 参加该节目的香港歌手也都开启了各自全新的工作计划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TVB新生代唱奖曾比特 该节目才刚刚落下帷幕 她就被邀请参加录制《披荆斩棘的哥哥2》 可以说是无缝衔接 成功打开了内地市场 前途一片光明 而跟她一样 断层出圈的17岁女歌手严明熙却要返回香港 两人的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严明熙还要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目前已经有港媒发文对其进行了嘲笑 话里话外都是嘲讽严明熙得不配位 事实上 起初严明熙官宣参加声声不息时 就遭到了香港歌迷们的质疑 口碑更是两极风化 超过60%以上的港媒都在频繁发文 暗指严明熙 称她为了打开内地市场 上芒果台的综艺节目 不惜放弃学业 被流量冲昏了头脑 连着好几个月不回学校上课 一系列逆向操作 对香港的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录完节目再回来 考试也好 身险也罢 都会面临更多的检验 如果成绩不够出众的话 港媒自然会在第一时间把枪口对准严明熙 拿她大作文章 也就是说 严明熙随时都有可能 变成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反面教材 港媒压根就不在乎粉丝会不会维护 只要能达到 让严明熙败光路人员的效果就可以了 其次 严明熙这次回香港本身呢 就是会被当成问题人物 因为当曾比特受邀参加 披荆斩棘的哥哥2 担任常驻歌手 而严明熙回港时 自然会被拿来做比较 要知道 港媒最擅长的就是 拉踩一个 捧一个 也有网友认为 严明熙这次北上发展彻底失败 觉得就以她的实力来看 很难打开内遇的大门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生生不息首期节目中 就以一手肥肥 给内地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关于学业的问题 本人也在节目中提到过 超过三期节目时 直呼自己在节目中太长时间了 多多少少有些荒废学业 从这点就能看出来 严明熙并没有翻红的想法 主要心思仍然还在学业上 再看港媒说她录完节目回香港 被芒果台力捧失败 永远都是扶不起的阿豆 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不得不说 港媒的观点像极了内地的黑粉 无论何时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且观点随意切换 每次都是站在制高点上来指责别人 殊不知自己才是那个最搞笑的小丑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严明熙的微博上 关于Instagram再次内容被提起 与生生不息一谈歌手相比 严明熙在微博上放表的内容并不多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每条动态都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除了微博以外 Inst也是一样 别看严明熙只有17岁 但具备了很多优质偶像的特质 深知自己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从未让喜欢她的歌迷失望过 重点是严明熙一点都不装 回到香港以后 看热闹不嫌世大的港媒 势必会拿这件事情来蹭热度 而港媒的操作 确实会对严明熙 在内地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严明熙的个人实力毋庸置疑 颜值出众 唱功还很优秀 通过生生不息这档节目 春粉无数 有评论甚至表示 她就是杨千花的接班人 今年整整17岁 与中学生的身份 一直录制到节目收官 对她而言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样看的话 不录制其他节目 也是一件好事 毕竟要以学业为重 只要有实力 出道是迟早的事情 当然了 如果严明熙 有一个音乐学生的身份 则可以继续留在内地发展 也就没有那么多 乱七八糟的绯闻了 作为一个新生代歌手 可以在一众实力大咖面前 脱颖而出 足以说明 她的实力有多强了 对处处忙碌的严明熙来讲 生生不息是一个 很难得的机会 在这里又可以历练自己 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在采访中 明确表示 很多自己喜欢的前辈 都是因为这档节目 才结识了他们 如今生生不息 已经落下完美帷幕 严明熙也不得不告别 自己的内地首秀 表示十分不舍 因为其他歌手都很照顾她 其中包括周碧畅 杨千花 叶浅文等人 任何人都没有觉得 她只是一名新人 而小看她 反而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给予她无微不知的关怀 也正是因为 严明熙的走行言论 让她在内地 收获了数十万的粉丝 在内地观众看来 严明熙已经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不仅拓宽了自己的音乐道路 还可以跟广东的老家人 相聚在一起 或许在港媒眼中 严明熙是一个 不务正业的歌手 但在内地歌迷心中 严明熙的未来可期 完成学业之后 势必会在华语乐坛 打出一遍属于自己的天下 总而言之 这位香港新生代的歌手 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 值得我们慢慢摸掘 不知道大家都对严明熙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另讯嘎